华强北的音响千千万 之前这么多的选不明白 现在又出了一个热门新品了 又让你们多了一个新的选择 就是这个小东西 名字叫LP18 是不是很像之前第二山的儿子呀 这个音响 它是有四种不同颜色的选择 有黑色 有银色 还有一个星空色 还有一个是你们想不到的 就是黑神话悟空联名 这个上面印着一个悟空的图案在上面 喜欢玩黑神话悟空的 有福了 这个音响是充电款的 不像之前那个第二山是电源款 必须得擦电源才能听 这个是可以带出去的 电池是8000毫安 续航时间是4到6个小时 按声音大小去决定的 这个音响的重量是1675克 高是350mAh 直径是310mAh 这个厚度是120mAh 码巴功率是两个15瓦的高音 一个50瓦的低音 在这后面 喇叭规格是66mm的外瓷 先开个机给你们听一下它的音响 这个声音就是跟LP90的声音是一模一样的 那肯定啊 毕竟它们两个是一个工厂出的 这个小音响还有一个细节之处 就是这个后面有训材的光效 可以随着音乐的律动而在那里跳动 这个灯光也是可以自己换的 这个后面物理按键有一个小太阳 它这个小太阳就可以调节它的灯光 有很多种灯光 还可以关闭灯光 如果关闭灯光的话 它这个续航时间会更久 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是不是有发现 这里有一个便携提手 一提就走 虽然说这个大小跟那个LP90是差不多的 这个挂绳就很方便携带 这个不只是蓝牙连接 封开之后有音频线连接 U盘连接 内置内层卡连接 然后这个是充电口的B口 这个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这个就是你们想唱歌想K歌的 可以自己入手一个话筒插上去唱 而不像之前的音响 你必须得入手带麦款的才可以唱歌 而这个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自己准备一个话筒去唱歌 想唱想不唱都行 它这款音响有蓝牙连接 有的人就会觉得它会会有延迟 它这个是不会有延迟的 因为它是采用5.4的蓝牙协议 而且这个音响还可以两个串联一起 串联一起组在双通道 好了 音响音响 主打一个听音质 我们来听听它的音质如何吧 声音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